用路人来到这路口瞬间定格了 这路上标显怎么越看越奇怪 到底是要往哪边走 民众经过台南永康这个路口时 看到傻眼了 仔细看怎么左边路面指向右转 右边路面指向左转 顺序颠倒了吗 让他不禁疑惑PO文 我还在思考我要怎么转 难道这里是死亡交叉路口吗 用路人姆萨萨 我不太死了 只要右转 只要右转 会不会有点搞不懂 看那个灯号 你不知道看哪一个灯号吗 你知道什么时候要转吗 天文一出也吸引网友留言 这设计我看不懂 每次看到都很母沙沙 驾讯班没有这么特别的号制 但也有人说要看灯号转 右边是机车的左转带转车倒 左转右转到底怎么转 实际来到现场看 目前已经在路面上增加了 机慢车左转专用 七个大字提醒用路人 下次遇到类似路口时 可别再搞混了 记得赖冠章 陈安山台南采访报道 今天世系拍下一辆汽车 撞到机车后 机车突然爆冲 冲撞到原本停在路边的三辆机车 店家外机车瞬间倒整排 一名正要牵车的富人 直接被波及 汽机车交通事故 爆冲冲撞 撞倒整排机车 连行人骑士也都遭殃 被撞倒在地上 表情相当痛苦 其中一名富人刚好要去骑机车 结果遭撞倒在路上 撞到头部意识不清 送医抢救后 还是不致身亡 一场有一位女性患者 比较上次比较严重 是昏迷状态 一个那个条 多半是要煎车 煎车都要弄到 我们的那个人 车祸意外还有 国道这起 他们乘客都要送医 20号上午9点多 一辆白色轿车 传出翻车事故 轿车180度翻车 其中一名女子受困车内 等待救援 现场交通大打劫 女性连约70岁 意识清楚 但受困于车上 并表示胸部 受到激烈的撞击 没办法动弹 教授180度翻覆 在路间车上三个人 全部吓坏了 其中两个人 已经先自行脱困 在路边等待救援 详细造势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理清 记者后国文 赖冠章 嘉义台南采访报道 是的主播 台中市21号凌晨5点左右 位于五泉西路的交流道 北上出口发生了一起 疑似因为车速过快 而车子撞出围里 导致起火燃烧的意外 警消在货报之后 立即前往现场 而行车记录器 所拍摄到的影像显示 整部车是燃起了熊熊的大火 消防车抵达之后 马上进行抢救的作业 大约花了10分钟 才扑灭火势 然后进行现场的勘察 发现一具被烧的 焦黑的男性尸体 现场也充满了各种 散落的物品 以及车牌等等 警方在事故发生的地点周遭 在进行仔细的搜索 但是并没有发现第二人 而整齐意外发生的原因 还有待见识小组到场 进行更精确的调查 以上是最新状况 路口绿灯亮起 所有车辆不是直走就是右转 只有这台机车离奇的 往斜前方冲 撞上护栏 机车弹跳后倒地 26岁骑士 人则撞飞 头下脚上 整个人翻落到 约10公尺高的桥下 救护车赶到现场 骑士的鞋子和安全帽 飞到草堆 人则是失去呼吸心跳 救人员一路CPR抢救 送医仍旧是伤众不治 驾驶是否饮酒 尚待抽血经验 事发在苗栗 东西向快速道路 及客属大桥路口 26岁骑士通过路口 往右歪斜撞上护栏 又弹飞衰落 10米深桥下 而恐怖意外 也发生在台中 外送机车倒在平交道 铁轨卸击斑斑 男骑士被驱肩车撞上 伸手易触 而他所骑的外送机车 倒在路边 取完餐以后 前后不到30秒的时间 然后车就不见了 没想到案情逆转 原来死者疑似是一名偷车贼 趁着外送员取餐 骑走摩托车 又遭火车撞击 偷车贼疑似做贼心虚 闯平交道被撞 整起意外 也影响近1500名台铁旅客 连接返乡五列车 共计延误近三个小时 这条彭志明 徐玉文王山 SNG小组 苗栗台中采访报道 警察发现可以车辆 停在路中 上前拦查驾驶不但不配合 还加速逃逸 警察沿路鸣笛狂追 终于将车辆难停 警察狂跳车窗驾驶就是不肯下车 下一秒警察对控命强 没想到驾驶还是大 但狂踩油门加速逃跑 警察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朝左前轮开了两枪 继续在追 就算驾驶再这么逃 最后还是被警方逮到上口逮捕 检查过程中同仁闻到苏男身上 散发浓厚的酒味 显然有酒家的嫌疑 对其辞职酒侧 侧德酒侧值严重超标 事发在台北市林 原来男子就是因为酒驾 才会心虚一路狂逃 警方开疆市警后一路狂追 还炒轮胎开了两枪 最后顺利将男子逮捕 全案也亿公共危险罪 移送法办案 记者王怡婷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陈怡荣 播报工作就像是突发新闻 你永远不会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而棚内的第一线 总是充满刺激与挑战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锁定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并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和开启小铃铛喔